新卫面开启 恶魔渊来袭 爱神不是丘比特 是大反派 本世界完全架空 请不要带入 不要带入 最后 这个卫面的阿渊 是封替美人大总公 人本身就不是长情的生物 致死不渝的爱情 是违背天性的 所以 人在结婚的时候 不应说什么 无论贫穷富贵 我都不会离开你这样的话 而是把双手放在爱神神像前宣示 我将违背我的本能 忤逆我的天性 永远爱你 丝金刚睁开眼 小妖便立刻告诉丝金 大人 是爱神教堂 这里原本是一座新婚燕尔 祈求百年好合的神殿 来这里的每一对新人 都会在爱神神像前 宣示指爱对方 但两百年前 教堂前祭司莫林渊 背叛了爱神 堕落沉默 不仅如此 莫林渊还丧心病狂地 把以爱神教堂为中心的整座城市 变成了一个无限逃生的游乐场 所有人被迫进入逃生游戏 要想逃离 就只有来到教堂 找到爱神留下的神剑 杀死莫林渊 陶怡婷是第一批杀来教堂的人 不知听谁说 神剑在新任祭司手里 就费尽心思地 接近原主明思经 想要杀人取剑 但原主是祭司 祭司拥有神力 陶怡婷因实力悬殊 不好直接动手 于是 就骗着原主爱上他 让原主在午夜时 把手放在爱神神像前 发誓一定爱他 但陶怡婷明知道 进入逃生游戏后 这座教堂就变得诡异起来 单方面向爱神启示的人 如果得不到爱人至成的爱 就会立即暴毙 也就是说 如果原主单方面启示 只爱陶怡婷 但陶怡婷不爱原主 原主就暴毙而亡 原主就这样 被陶怡婷骗着 单方面发了誓 允了命 被爱的人背叛很心痛嘛 放心 我会让背叛者付出代价 所以 四经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陶怡婷发誓 说呀 你不是爱我吗 那就说出你的誓言 爱我 就要按照爱神教堂的规矩办事 四经将红群女人的手 强行压在爱神神像前 沉声下令 在午夜的钟声响起时 对着爱神神像发誓 你将违背你的本能 忤逆你的天性 永远爱我 说 陶怡婷气急 被逼得眼圈通红 只得哆哆嗦嗦地开口 我将违背 我的天性忤逆 四经的声音 带着渗入骨髓的凉意 悠悠提醒 说错了 是违背你的本能 午夜快过 别打马无眼 逗大的汗珠 从女人的额头上落下来 陶怡婷再次磕磕巴巴开口 我将 可陶怡婷怕死 最终还是说不出口 只好撕心裂肺的哀好 我不说 明思经 你简直疯了 整个城市都变成了死城 大家都体验没命活了 还有什么至死不渝的爱情 放开我 那万一有呢 思经开口 替死去的原主鸣不平 陶怡婷歇斯底里 不可能 生死面前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有本事你现在给我找出来 出来一个发誓不死的 我立马自杀向你谢罪 话落 呼听一阵风吹过 阴阴凉凉 带着教堂里的欺负蜡烛 摇摇欲坠 下一刻 一个身着红袍的高大男人 出现在门口 急要长发飘然 两只唇红的恶魔脚立在头顶 桃花木风流 一举一动 净显万种风情 看见他的那一刻 教堂内看戏的所有逃生者 一瞬间都屏住了呼吸 大气也不敢出 俊美的红袍恶魔长身欲立 缓缓迈迈步走到神像前 一脚踹开逃一停 毫不犹豫地 把手放在神像前的宣誓时上 深情开口 明思经 我爱你 我将违背我的本能 忤逆我的天性 永远爱你 宣誓人 莫灵渊 莫灵渊在爱神面前宣誓 明思经 我爱你 我将违背我的本能 忤逆我的天性 永远爱你 宣誓人 莫灵渊 众人看着那安然发誓的红衣恶魔 既恐惧 又兴奋 恐惧于他可怕的力量 又兴奋于他的愚蠢 竟然蠢到为了明思经 拿自己的命起誓 进入教堂的人都知道 明思经一向不苟言笑 冷若冰霜的他 只对陶一婷动过心 现在和陶一婷闹掰了 但这更证明一点 明思经本是个无情之人 陶一婷揉着 被莫灵渊踹腾的肩膀 连忙退出去五六米 得意地嘲讽 没想到还真有这样的蠢货 莫灵渊 亏你还是个恶魔 就看不出明思经的本性 他就是见利妄议的渣男 不爱任何人 你竟然还为他对爱神发誓 哈哈笑死我 本来以为杀死莫灵渊有多困难 却没想到他这么作死 一个个唇角呆笑的 等着莫灵渊暴毙 十分钟过去了 莫灵渊依然风度翩翩的立在原地 这情况让众人都有一瞬间的震恶 怎么会这样 平常起事的人 不出三秒就会暴体而亡 莫灵渊为什么会没事 不是说思经最冷酷无情吗 明思经为什么会对莫灵渊 这只人人畏惧的恶魔有爱意 确定自己无事之后 莫灵渊果断转身 很觉得目光对准陶一婷 自己刚才对思经说的话 有本事你现在 给我找出来一个发誓不死 我立刻自杀向你谢罪 他为什么要嘴剑 他心中暗自冷哼一声 真以为他这么好拿捏吗 进入这个教堂的第一天 他就意外捡到了爱神权杖 获得了无限重生的能力 他因一次次任务 意外找到了神剑的藏身之地 现在只要他把这个秘密说出来 所有人都会站在他这一边 帮他合力杀了莫灵渊 这么想着 陶一婷连忙退到人后 明思经 亏你还是教堂的祭司 竟然跟恶魔同流合污 你不配得到我们大家的拥护 大家听我说 爱神的神剑 就在那座神像的底座下藏着 我们一起挪开神像 取剑杀了莫灵渊 逃离绝境 听他这么说 众人立刻叫嚣着 要挪开神像取剑 但还不等他们动手 思经便转手拍开了神像 拿出那把正亮威武的神剑 众人一愣 眼睛瞬间亮起来 还好 明思经起码知道 要帮他们拿剑杀恶魔 还不算可恶至极 等莫灵渊死了 然而还不等他们想完 那眉眼带笑的白衣祭司 就释放神力 捏碎了神剑 神剑碎片一点点落地 宛若众人破碎的希望 一个简单的转折 瞬间让在场众人脸色灰白 连呼吸都变得断断续续 怎么会 难道莫灵渊会永生了吗 明思经你干了什么 思经观察着众人灰暗的脸色 唇角笑意越发迷人 丢下剑笔 无辜地甩了甩手 哎呀 剑碎了 恶魔没法杀了呢 思经刚从这个位面苏醒 便把可以除去恶魔的神剑捏碎 陶一亭剑撞 顿时瞪大了眼睛 你这是助纣为虐 你以为你毁了剑 那恶魔就会保你吗 你根本就不知道 神剑毁灭会有什么后果 陶一亭握着爱神权杖急速后退 一边跑一边大喊着 爱神教堂要毁了 想活命的就跟我走 众人还没回过神 就见那刚刚被思经 拍倒的爱神的神像 缓缓动了 十几米高的巨大石像 仿佛忽然有了生命力 艰难地爬起来 拖着笨重的身子 站回属于自己的神坛 而后嘴巴缓缓张开 碧驴驴烟紧跟着飘了出来 刚开始 人们还没反应过来 那东西是什么 直到一驴烟 将一个活人开膛破肚 咀嚼他的心脏 才得以看清 那是一个个怨念极重的冤魂 这些都是被爱人背叛 暴毙而亡的魂魄 被爱神收入十项之中 由神剑镇守 现在神剑毁了 冤魂也失去了控制 奸笑着跑出来 不顾一切地报复人类 陶一亭大喊 快跑啊 意识到会死人 后知后觉反应过来的众人 也都跟着陶一亭迅速逃跑 但双脚的速度 远远比不上冤魂飘飞 所以跟陶一亭一起狂奔出门 只剩下四个人 教堂里 冤魂们将普通人杀完了 就转身 把目光投向了丝金 他们张牙舞爪地叫嚣着 看着丝金身上充沛的神力 仿佛找到了什么难得的佳妖 纷纷流着口水 狂喊着上前 亮出利爪 丝金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冷笑 他以神力凝结成 一把巨大的有形锋刃 转手便架在了爱神神像的脖子上 既然你们能从这神像里出来 那就证明 这是你们唯一的容身之地 再不退下 本尊就会给你们看 众冤魂闻言 瞬间安静下来 他们头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只好手足无措地 看向他们名义上的头目恶魔 莫灵渊 大王 他要抄了我们的家 莫灵渊是这个逃生世界的大宝 一般而言 这种触及冤魂都叫他大王 有冤魂开头 就有冤魂搭枪 就是啊大王 这种人不值得你爱 快杀了他 杀了他 我们就 还是您最忠实的随从 终于 在众冤魂的要求下 莫灵渊动了动 见此 众冤魂兴奋地上蹿下跳 以为终于能吃到撕金体内的神力 好好饱餐一顿 不曾想 莫灵渊手上魔力凝聚魔力 一下子拍碎了整座神像 连带着神像里的其他冤魂 都被震得伤残倒地 在众冤魂震愣的眼神中 莫灵渊冷声威胁 本作的人 你们也配肖想 众冤魂都惊呆了 大王不是恶魔吗 他不是和爱神是死对头吗 怎么会对一个爱神的祭司动情 但不管如何 七居之所被毁 冤魂们无家可归 瞬间暴墓 虚空的身体渐渐放大 尖利的声音直穿耳膜 似乎想集结众魂的力量反抗 诛杀莫灵渊 亏得我们信任你 奉你为王 以你为首 你就这么回报我们 莫灵渊勾成轻笑 低沉的声音 含着圣人的冰凉 你们这群剑锋使舵的废物 以为背着我跟爱神交易 我就不知道 爱神给予你们滋养魂魄的神力 你们就帮他镇守 可以杀死我的神剑 但你们忘了 你们因为爱神的誓言而死 四处飘荡 是我好心给你们寻了这么一处居所 听到这里 四斤终于忍不住打断莫灵渊 废话那么多做什么 叛徒 就应该为自己对主人的背叛 付出生命的代价 言罢 立刻将刚刚那道凝聚出的锋刃 转手甩了出去 巨大的神力 以催枯拉朽之势 摧毁了教堂 连带着其他暴怒的冤魂 都被免成了碎幕 上个未免 丝金在钟灵渊离世前告诫他 下一世 记得早点来找他 不然 他可是会生气的 于是 在阿渊见到丝金的第一眼 就觉得该先去找他 怕去晚了 丝金会生气 街上集 伴随着巨大的响声 神圣的教堂轰然坍塌 看见这一幕 躲在不远处看戏的陶一婷 眉眼弯起 兴奋的灵魂都在站立 他忍不住大笑出声 你们看 赶紧逃跑还是对的吧 教堂都被那群冤魂弄塌了 明丝金和莫灵渊 一定也死了 但不出三秒 就见灰蒙蒙的夜空之下 两个男人长身玉力 并肩走来 这一转变 让陶一婷的笑 瞬间将在嘴角 身后的逃生者 都快吓哭了 婷婷 他们都没死 怎么办 陶一婷努力平复心绪 咬牙切齿 没事别慌 我知道杀死莫灵渊 不止神剑这一个方法 我们这就离开教堂 去找别的武器 于是 四个逃生者 以陶一婷为首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教堂 毁完神殿 丝金也有些累 告别莫灵渊 转身回原主的祭司殿休息 一路站在丝金身边 企图拉他手的莫灵渊 倒分别时都没有得逞 见人走了 心中失落更甚 看着莫灵渊着急 又得不到的样子 丝金唇脚勾起一抹浅笑 带着撩人不负责的喜悦回屋 然而刚推开店门 就被一个高大的男人 抵到了墙上 还没反应过来 唇就被堵住 恶魔地吻 却霸道又强势 丝毫没给丝金缓气的机会 直接用一个身吻 把对方眼角逼出了泪花 丝金抬手 试图反抗 却被莫灵渊提前察觉 直接握住他双手压过头顶 丝金不甘落后 试图强行转身 却又被恶魔尾缠住 莫灵渊强势至极 干净利落地阻止了 丝金一切反抗的可能 直到丝金的全身疲软 只能靠着他 才心满意足地将人松开 我今晚 本来是看教堂出了打闹 寻思着去凑个热闹 无意间看见了你 但不知道为什么 见一眼 就觉得 我该先去找你 怕去晚了 你会生气 但我们好像也没有过交集 真的是很奇怪的一种感觉 不过 吻你很开心 丝金呼吸平复后 立刻杀过去 一记圣人的眼刀 别生气嘛 宝贝 莫灵渊又吻了一下丝金 温柔又不要脸地哄着 你爱我 给我亲一下怎么了 丝金挑了挑眉 我爱你吗 我可没说 爱神的誓言替你说了 你会违背你的本能 忤逆你的天性 永远爱我 丝金双手忽然还住 莫灵渊的脖梗 缓缓靠向恶魔 是吗 明媚的桃花木 闪着蛊惑 宛若柔软的钩子 钩得人心肩发痒 恨不能掏心掏肺地宠着 莫灵渊觉得 自己的桃花眼太凶了 没有小祭司的风流无双 他的心砰砰直跳 正在要压住主动 送上门的丝金再吻 却忽然被少年咬破了嘴唇 莫灵渊吃痛 顿了顿 而带着胜利喜悦的丝金 却靠在墙上 口若悬河的扯谎 看见了吧 我很凶残的 不爱你 莫灵渊的恶魔尾 缓缓上跳 抵住丝金的心口 不 你爱的 听 你心跳加速了 因为我的吻 这么多未面 丝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小天君 可他就偏不顺着他说 是个人被吻了 都会心跳加速 这是常识 然而话未说完 唇再一次被封住 有了上次的经验 丝金也毫不示弱 勾住莫灵渊的肩膀 加深了这个混着血气的吻 不知过了多久 丝金靠在莫灵渊肩膀上 轻缓着气 一双桃花岩 水光炼焰 用低耳的七音尼南 恶魔boss 我承认了 我爱你 这个称呼听得莫灵渊心头一跳 直接抱起 他去了内室 以后叫小恶魔就好 因为你们都被骗了 这个逃生世界 本就不是我创造的 我也是一个卑微的逃生者 丝金不甘心 就这么被放倒 在发丝触及枕头的一瞬间 立即翻身 将戒备放松的恶魔布在怀里 下一刻 便以极快的速度 制住莫灵渊的双手 将人按在床头 美目含笑 沉深威胁 我读书少 你别骗我 怎么会呢 骗谁都不会骗你 莫灵渊满眼真诚 耐心又乖巧地解释着 我就是个被立起来的公敌 真正创造这个世界的 是爱神 他靠着人类的信仰获取力量 但后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于爱情的信封大幅度减少 因此 爱神的力量被大大削减 爱神接受不了自己的没落 决定要报复这群背叛他的信徒 但凡启示的人 只要得不到对方真心的爱 都会瞬间暴毙 爱神也靠着吸取暴毙的人 灵魂中的力量 神力大增 重新成为了天使的至尊 丝巾点点头 垂手撩起莫灵渊一缕头发 绕在指尖 细细把玩 但你不是他的祭司吗 为什么会变成恶魔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莫灵渊的尾巴 缓缓绕到丝巾的 丝巾猛然一顿 他立刻松开莫灵渊的头发 咬牙反抗 尾巴放下去 莫灵渊却像是 没听到这句警告似的 晶晶想知道 我为什么会堕落成魔吗 想的话 说着便转手 将人拽在身边 他靠在丝巾耳边 低语了一句什么 简单易懂得四个字 听得丝巾的耳垂 不由地染上了一丝飞涩 他的唇轻轻打颤 开口说了一句 我唇就再次被封住 12CP罗刹上线 是海里假扮老虎的 小黑猫罗刹 声音还比腰儿功气 街上级 唇再次被封住 到后来 丝巾很是庆幸没有开灯 不然让这恶魔看到自己的眼泪 又要被嘲笑 他伸手挡了挡眼睛 试图擦去那不受控制的 一出眼角的泪花 却被莫灵渊拿开了手 丝巾试图踹人离开 却又被对方抓住了脚腕 丝毫动弹不得 极度崩溃之时 丝巾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滑下来 砸在即将掉落的枕头上 见此 莫灵渊觉得自己确实有些过分 松了手 都把人欺负哭了 这可怎么办 于是连忙道歉 不曾想 刚将人放开 就被丝巾一口咬在肩膀上 牙齿锋利 几乎要将它撕了 莫灵渊轻轻抽了一口气 笑骂了一句小野猫 肩膀又一次被咬 夜色落幕 太阳升起 丝巾艰难地睁开眼睛 用神识呼唤 腰儿 痛觉屏蔽 好的 没问题 喵屋 尸海深处传来一道奶萌的声音 伴随着一声猫叫 丝巾身上的痛感顿时消失 与此同时 其他知觉被无限放大 分外疏爽 丝巾顿了顿 坐起来伸了的懒腰 从没觉得第二天还能如此轻松 问 腰儿 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腰儿一直很厉害 喵 丝巾站起来倒了杯水 润完嗓子后挑眉问 是吗 罗刹 听到这个称 是海里假扮老虎的小黑猫罗刹 生怕吵醒猫窝里刚睡下的小妖 连忙伸出猫爪捂住嘴巴 丝大人怎么知道是我 因为你总爱喵喵叫 说完 丝巾又补了一句 声音还比腰儿公气 忽然被夸的小黑猫高兴极了 谢大人夸 我的痛觉屏蔽好用吧 嗯 不错 好好教教小妖 可以是可以 不过学起来有点难 罗刹扣着猫爪 委屈巴巴的回 因为我主人做腰的次数比较多 我也是被逼着练的 一句简单的话 勾起了流浪的神明 对亲人的思念 丝巾问 阿燕还好吗 不好不好 罗刹疯狂摇头 他穿兔子装 撩人撩过头 被青云帝君绑在执法处审讯室 帝君说审犯人不能系统陪同 就把我扔了出来 丝巾心想 这个未面结束 有必要回天界找青云打一架 以报夺地之仇 正说着 莫林渊从外面走进来 端了一碗热腾腾的粥 看见丝巾自己坐起来时 心下一紧 连忙走过去 把粥放在桌子上 扶住少年的腰 再手心凝聚出一点温暖的魔力 轻轻按摩 同时操心地提醒 别乱动啊 不然会很难受的 丝巾推开莫林渊的手 没有啊 不难受 我很喜欢 然后用修长的指节 勾住恶魔的下巴 蛊惑地笑着 昨天哭不过是为了刺惊你而已 怎么还当真了 莫林渊猝眉 真的不难受 为了探求真相 恶魔尾搭上少年的腰枝 熟悉的感觉 一瞬间涌上心头 丝巾忍不住轻颤了一下 连忙抓住那条不安分的尾巴 转手甩开 说不疼就是不疼了 怎么还得寸进尺了 见他反应一如既往的敏锐 莫林渊一颗心 也终于放下来 可是宝贝 我疼 丝巾一问还未脱口 就听莫林渊可怜兮兮地说 你咬得我好疼 肩膀而已 死不了人 不止肩膀啊 莫林渊靠在丝巾耳边 还有 丝巾面上一热 当即抬脚 丝巾一击不中 索性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衫 准备端起周喝两口 再去做园主 还未完成的事 然而晚刚端起 就见外面飞来一只通体赤红的剑 剑身带刺 闪着寒芒 一下子穿破了他手中的周瓣 直刺莫林渊的脖梗 莫林渊反应迅速 立刻闪身消失 躲开那一剑的同时 一把将丝巾搂进怀里 没看一眼那次入墙体的剑 而是先看少年的手 满眼紧张 没事吧 胖到眉 丝巾举手对他展示 自己看 确定怀中人毫发无伤 莫林渊才松了口气 看向那深入墙体的红剑 那是初等的猪魔剑 他毫不在乎地解释 又是被刺杀的一天 没事 习惯了 反正那群蠢货 都以为杀了我就能逃出绝境 有时候真想自杀 用实际行动打破他们的幻想 而丝巾却像是发现了什么有趣的 推开莫林渊 走到那只剑旁边 一边观察着剑身 一边心不在焉地毁 那你为什么不自杀 莫林渊斟酌片刻 走到丝巾身边 大手抚上少年轻瘦的腰肢 暧昧又深情 可能就是为了遇见你 弄哭 怎么办 好想废了他 正说着 外面一只利剑再次飞来 比上一剑力道更大 带动周围风声作响 气流变向 丝巾握住剑身 一把将墙体里的剑拔了出来 神力夹住 转手甩了出去 让这只剑 与飞来的第二只剑迎头对上 迸发出强烈的火星 不出三秒 就把第二只剑碾成了碎末 同时 巨大的力量扩散 一下子刺穿了那射剑之人的肩膀 白米之外 陶一婷哀嚎一声 她的嘴唇一瞬间白了 额头上冷汗滑落 碰苦的大喊出声 怎么会这样 据说恶魔只要一碰上珠魔剑 就会被吸走所有魔力 莫林渊是什么逆天的存在 为什么能直接把剑给她扔回来 陶一婷满脑子都是莫林渊 根本没往丝巾那方面想 陶一婷不往丝巾身上想 跟着她的四个逃生者 自然也不想 他们连忙压下心底的惊恐 将陶一婷扶起来 接下来该怎么办 陶一婷享受着重心捧月的虚荣 另一只手举起爱神权杖 红唇勾起 莫林渊太天真了 以为这样就能打发我 说吧 权杖一挥 冤魂们 出来吧 罢落 那之前没被丝巾打散的几千冤魂 当即尖笑着 从权杖顶端钻出来 带着圣人的鬼脸 悬在陶一婷周围 被丝巾打发走后 冤魂们无家可归 无奈之下 只能退而求其次 求陶一婷让他们寄居在权杖内 并且为陶一婷服务 那一瞬间 陶一婷不仅召唤出了冤魂 还念动咒语 把珠魔剑分为几千份 给了冤魂们一人一只 女王般下令 你们不是想杀了莫林渊报仇吗 现在我给你们这个机会 冤魂们得了赤剑 兴奋无比 当即轻声快速涌向 丝巾的祭司殿 成千的冤魂排山倒海而来 瞬间将祭司殿周围的天空遮蔽 阴影投下来 黑压压的一片 忽然 一只珠魔剑 被一个冤魂从屋顶扔下来 直刺莫林渊的头顶 莫林渊立刻闪身 再次带着丝巾躲开 莫林渊怕魔力被抽走 不敢跟珠魔剑直接触碰 只能一再闪躲 丝巾 被恶魔的狼狈样逗笑了 轻轻开口 想让他们消失吗 想的话 叫我一声老公 我帮你把这群自不量力的喽啰 捏成碎片 怎么感觉丝巾在占他便宜 不过算了 见一眼就心动的人不多 还是宠着吧 于是深吸一口气 放低声音叫了一声老公 低哑又公气的声线 就算叫了 也像是在逗小孩开心 丝巾不满意 让莫林渊重叫 莫林渊眉头紧紧促起 但现在是自己的力量被压制 只好顺着丝巾继续火 还低头撒娇似的 揪了揪他的袖子 丝巾这才开心 拉起莫林渊出门 乖 老公带你打怪去 一剑两人出来 守在殿外的众冤魂 瞬间兴奋起来 刺耳的笑声瓷器笔伏 他们尖叫着 兄弟们 明丝巾和莫林渊都出来了 杀了他们 杀了莫林渊结束绝境 杀了明丝巾分饰他的神力 靠蚕食神力为生的众冤魂 兴奋到了极点 手中珠摩剑举起 一同刺向丝巾和莫林渊 就在利剑脱手的下一刻 刺经手中神力凝聚 瞬间控制了周围的空气流动 空气流向变化 狂风拔地而起 巨大的风力 瞬间组成漩涡 将利剑的方向搅乱 数千只带着凶器的珠摩剑 瞬间宛如断了线的风筝 在空中不断旋转 众冤魂都看傻了 陶一婷不是说 这东西是明家给的法器 很厉害的吗 为什么这么轻易就被人破了 旋风还在继续 不过片刻 便精准无误地 把所有珠摩剑的剑间 对准了众冤魂 以比之前快上百倍的速度 将剑重新射了回去 他们只是这个世界最普通的冤魂 身上不带魔力 握着珠摩剑 不会有事 但要是被这种扶魔的法器刺中 当场就会烟消云散 魂飞魄散的最后一眼 看见丝巾微笑着 跟他们做个了再见的手势 众冤魂后悔极了 如果再给他们一个机会 他们断然不会去招惹明丝巾 看到这一幕的陶一婷 彻底下冷了腿 他重生了十几次 遇见的鬼怪多了 却从没见过这么恐怖的实力 明丝巾不就是个普通的祭司吗 为什么会 陶一婷还没从震惊中脱离出来 就猛然看见丝巾一张放大的脸 我刚刚操控风的时候 忽然发现空气里的微臣 也能杀死人 恭喜你 成了第一个实验品 笑一个 陶一婷被吓得六声无主 极度恐惧之下 竟然真顺着丝巾的话 做了个笔哭还难看的笑脸 只能不停地祈求丝巾别杀他 但是 邪恶的神明毫不留情 还是把人葬送在了微臣之下 被神力操控的微臣坚硬四铁 锋利如刀 瞬间打穿了女人细长的脖梗 鲜血流下来 陶一婷在生命终结的前一刻 把爱神的权带走 丝巾只看了一眼 就淡淡感觉出 上面有圆主的神力 然后转身对莫灵渊道 我准备回一趟名家 拿回丢在哪的东西 好啊 红衣恶魔走到少年面前撒娇 都听老公的 嘴上这么叫着 尾巴却再次不安分起来 经过昨天的熟悉 莫灵渊已经完全熟悉了丝巾 恶魔尾在几个固定的地点轻轻聊过 瞬间惹得惹来了白衣少年一记眼刀 丝巾怒视莫灵渊 却还是被人制服 牢牢固在怀里 莫灵渊靠在他耳边 带着得逞的笑意 连出口的称呼 都带了几分挑衅 不就是明家吗 我实录 我带你去 跟你一起 把他们一窝端了 两人本来是打算一起去 把明家一锅端了 而第二日 丝巾却是在酒店里醒来的 他扶着腰慢慢坐起来 因为罗刹在他尸海里寄宿 痛觉屏蔽作用明显 因此 彻夜未眠的第一感觉 就是累 累并快乐着 丝巾忍不住择了一生 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他回忆着昨天发生的事 离开教堂的祭司殿后 莫灵渊的确带他赶了一段路 本应该快到明家的祖宅了 可还是不见祖宅的影子 过了一会儿 两人又来到刚刚路过的这家酒店 丝巾明白 他们是遇见鬼打墙了 莫灵渊忽然拉住丝巾的手 不如先进去休息 明天再走 于是莫灵渊就迫不及待地 把人拉了进去 说是休息 其实也没休息好 丝巾冷哼一声 我看他就是想瑟瑟 就在这时 不知谁大喊了一声 鬼新娘又来挑新郎了 紧接着所有灯面 供电系统破损 整个酒店瞬间陷入混乱 人们打开手机照明 立刻快步走出门外 聚集到大厅 试图逃跑 然而鬼新娘走 把酒店所有门窗锁死 将所有在这个酒店的人 全部困在其中 突然有一滴冰凉的东西 落在丝巾的手上 微星的味道淡淡传来 丝巾眸子一沉 大概猜到了这是什么 他以神力护眼 在夜间事物 果然 一抬头就看见了一个男人的尸体 那尸体面色惨白 嘴唇似乎被什么人撕裂 一直开到耳后跟 做了个诡异又凄惨的笑脸 那尸体似乎注意到了 丝巾在看他 紧闭的双眸猛然睁开 开始拼命挣扎起来 似乎是在求救 丝巾拿了块手帕擦擦手 这才抬头问 你是想让我救你 那男人闻言 更激动了 裂开的嘴里 发出含糊的乌液 下一秒 男人忍着剧痛挣脱开四肢 而腰上的针线 支撑不了整个身体的重量 导致整个人掉了下来 与此同时 一个熟悉的力道 立刻把丝巾往后一拉 带尽了微凉的怀抱 紧接着 一道魔力制作的屏障 挡在丝巾面前 为他遮去有可能 见到身上的血 莫灵渊好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咱家酒店的灯坏 刚去修了修 宝贝没饿坏吧 丝巾神色清浅 脸部红心不跳地回 没有 昨夜被你未撑了 饿不坏 淡淡的语气里满是聊波 而说话的人 却偏偏一脸无所谓的态度 无心聊人 最为致命 莫灵渊忍不住吞了口口水 要不是眼下忽然出了状况 他恨不得立刻就把人带回房间 七天七夜不开门 整个酒店的人都惊叫起来 瑟瑟发抖地讨论着 只有鬼新娘 才会把复兴的男人 当成人偶逢在任何他觉得有趣的地方 可这鬼新娘也太变态了 他非得逼着他看上的男人发誓 将违背本能 忍逆天性永远爱他 大家看见 他躲都躲不及 怎么可能会爱他 而这酒店是恶魔莫灵渊开的 哪个鬼怪这么不长眼 竟然来他这杀人 是啊 丝京转谋 看向莫灵渊 你昨天不是告诉我 这酒店是你开的吗 你知道鬼新娘的来路 莫灵渊摇头 我之前没听说过 估计是新来的不懂规矩的小鬼 引出来杀了就是 说不定那鬼打墙 也是他弄的 杀了他 我们就能直接赶赴明家 丝京好奇地问莫灵渊 如何引出鬼新娘 莫灵渊告诉他 只要看谁能吸引鬼新娘的注意 让他看上 他们就能成功引出他 说完 莫灵渊抱着丝京看向众人 那就看他能看上谁了 小时过去 鬼新娘硬是一个人也没血 丝京有些不耐烦 又仔细看了看半死不活的男人 终于发现了一点不明显的共性 桃花眼 180家的男人 这应该是鬼新娘对于新郎的要求 在场符合这些条件的不多 丝京初步扫了一眼人群进行筛选 不多时 却惊奇地发现 这些条件都符合的是自己 莫灵渊担心地询问丝京 你要干什么 丝京没回答 而是轻轻嗓子 高声开口 我的新娘 我爱你 我将违背我的本能 忤逆我的天性 永远爱你 丝京的话瞬间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他们纷纷回头 看着神采奕奕的少年 像是在看一个疯子 这不是爱神的祭司 名丝京吗 他是受了什么刺激 这么不要命 竟然主动对鬼新娘发誓 而身后的恶魔 更是醋意上涌 连忙捂住丝京的嘴 我不许 你对别人这么说 话还没说完 就见一阵阴风席卷而过 一个穿着婚纱的美丽少女 出现在酒店中央 众人见此 瞬间尖叫着 以少女为中心 散开一片空地 那少女皮肤慈白 身材纤细 已经没有了眼睛 黑洞洞的眼眶 懵懂地盯着丝京 偏着头 仔细感受了一下来人的气息 似乎还是不敢相信 阿涛 他声音沙哑哽咽 试探着叫了一声 你终于来娶我了吗 丝京听后四世 忽然想通了一点 眼神一亮 你是在叫 然而一句话还未问出口 就被莫灵渊再次捂住了嘴 突然对鬼新娘充满了攻击性 他喊得的新娘 是我 你跟着激动什么 此言一出 众人和鬼新娘 都有片刻的正论 众人想的是 莫灵渊疯了 他一个无限世界的恶魔暴 谁人不怕 竟然主动承认 自己是明思金的新娘 鬼新娘却在正论 最后一瞬间暴怒 不可能 阿涛他说过 要娶我 阿涛他是爱我的 所有阻挡 我跟他在一起的人 都得死 说罢 直接飞身浮起 亮出利爪 扑向那满身醋意的恶魔 但他只是个刚成形一年的厉鬼 力量薄弱 怎么可能能与名义上的逃生暴抗衡 还没扑过来 就被莫灵渊的魔力锁住 狠狠扔在了地上 落下去的那一刻 女鬼的衣裙散开 隐约可见 碎骨之下 有一个血肉模糊的缺口 缺口下 有部分神力微微闪烁 和在爱神权杖上的神力一样 那是原主的神力 为什么他身上也有 刺金察觉出了问题 立刻盯着鬼新娘打量片刻 你的心脏呢 女鬼愣愣地说 给阿涛了 阿涛喜欢 眼睛给了阿涛喜欢的另一个女人 说到这里 她好像忽然受了什么大刺激 尖利地咆哮起来 不 阿涛是爱我的 都是那个女人抢了她 那个女人还要杀我 尖利的声音直穿耳膜 四星连忙给自己和莫灵渊 开了个隔音屏障 其他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纷纷捂着耳朵 就在一片混乱中 一把赤红的剑 直接从外面穿过来 她的反应快于所有人 为丝巾挡去了那致命的一剑 阿涛 别怕 我保护你 陶一婷为复仇折服一年 策划暗杀明丝巾 然而关键时刻 鬼新娘迟一挺身而出 挡下了致命的一剑 这让陶一婷气得直咬牙 她直接去死不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变成厉鬼阴魂不散 陶一婷直接推门而入 她告诉迟一 明丝巾并不是她的阿涛 而是冒充阿涛的骗子 你现在就杀了她 我带你去见阿涛 说到这里 鬼新娘迟一口中的阿涛是谁 在明显不过 阿涛喜欢的女人 是谁 也在明显不过 不就是明丝巾和陶一婷 狼狈为奸 害死了鬼新娘吗 那好 她就将计就计 于是 少年一把抽出鬼新娘迟一身上的剑 快速为她修复伤口 同时把剑放在迟一手上 彬彬有礼的开口 好似根本就不知道 说这话会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 一婷 听说你要跟丝巾结婚了 恭喜啊 说着 把迟一剑尖锁止的方向一转 对准了陶一婷 我现在 就给你们送一份结婚大礼 阿涛要结婚了 她爱了十几年 甘愿为她奉献出心脏的阿涛 现在要抛弃她 和面前的这个女人结婚 迟一的情绪接近崩溃 握着剑的手在不断发抖 浑身为数不多的鬼气 全部注入了手中赠亮的长剑 淫满杀意的剑尖闪着寒芒 直对门口喋喋不休的陶一婷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丝巾跟她说什么了 为什么现在提明思涛也不管用 陶一婷不信 继续大吼 迟一 你不是想见阿涛吗 我带你去 前提是 提剑杀了你身后的男人 这一次重生 陶一婷吸取上次的教训 直接放弃了寻找爱神的神剑 提前拜访明家 虽然期间吃了点苦头 连眼睛也被戳下了 但不耽误明思涛想得到权杖 明思涛想得到权杖 就得护着她 让迟一把眼睛给她 所以 归根结底都不是她的错 是迟一太蠢 没有留住男人的本事 陶一婷继续尝试 用阿涛来引诱迟一 告诉她 只要杀死身后的人 就可以带她去见阿涛 迟一对这个诱惑无法抗拒 她渴望再次见到阿涛 说出真相 是陶一婷把她推下高楼 一命呜呼 多少次想去找阿涛告状 但明家祖宅附近 设置了一道鬼打墙的屏障 她始终无法靠近 她渴望向阿涛倾诉真相 告诉她自己所受的痛苦 和陶一婷的恶行 然而她并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明思涛和陶一婷 精心策划的陷阱 见迟一犹豫 陶一婷企图利用迟一对阿涛的渴望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她告诉迟一 她和明思涛即将订婚 如果迟一再不行动 将永远无法见到阿涛 而且你搞清楚 我是明家的掌房掌戏 明家受爱神庇护 是这座城市实力最强的家族 你身后的那两个自不量力的废物 根本就不敢动 不过是让你杀一个 不敢反抗的蝼蚁爸 她重要还是阿涛重要 陶一婷的话 摧毁了迟一仅存的理智 她转头 把剑转向了丝巾 但身子还没转一半 剑间就被少年两指夹住 丝巾温柔的声音在响起 仿佛她才是那蛊惑人心的恶魔 迟一 你刚刚也感知 到我身上熟悉的气息了吧 因为我和明思涛是兄弟 所以你才能察觉出气息熟悉 我也可以带你去见明思涛 而且报仇这种事 还是自己亲手做比较痛快 杀了陶一婷 我带你回明家 将手中注满了诡气的剑射出去 力剑势如破竹 连逃跑的机会都没给陶一婷 就将她的脖梗平整地切下 陶一婷的情绪 由惊恐变成了恨意 好你个迟一 等我下次重生 一定直接把你弄得魂飞魄散 连化鬼怪的机会都不会给你 陶一婷以残魂往爱神的权杖李泽恩 却发现 权杖外多了一道屏障 她如何也进不去 进不去权杖 就代表她真的死了 再也无法重生 陶一婷吓得整个魂魄都抖了起来 她下意识 看向迟疑的方向 正见丝巾以神力控制权杖 哎 魂魄进不去爱神的权杖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看着丝巾的笑脸 陶一婷绝望到了极致 她悬着续空的身体嘶吼 是你 明丝巾 是你控制了权杖 答对了 丝巾浅笑着 把权杖收回手中 细细感受着上面的神力 权杖之中 原主的神力疯狂涌动 一靠近主人 就迫不及待地沸腾起来 想冲破静置 回归丝巾的身体 但其中还混杂了一部分爱神的力量 也就是说 原主有可能以前也是天使 但被爱神夺了神力 贬下凡间 带着这个疑惑 丝巾把权杖之中 爱神的神力抽离 全权控制了权杖 温柔又残忍地看向陶一婷 挑眉问 想试试魂飞魄散的感觉吗 陶一婷心底一震 魂飞魄散 这四个字 疯狂倾袭着她的大脑 退无可退的陶一婷 近乎发狂 将自己的所有底牌 全部亮了出来 明思经 你妄想 我是连爱神的权杖都承认的天之交女 爱神权杖认主 就算我的魂魄无法进入 她还是会执行我的命令 权杖 杀了你身后的男人 陶一婷立在原处 期待着爱神权杖像以前一样 对她为命是从 等明思经死了 她就可以重生 再次走上人生巅峰 陶一婷沉醉在自己美好的期盼里 但是 三分钟过去 除了陶一婷自己尴尬的立在原地 权杖没有丝毫变化 微风卷入室内 带来了几片枯黄的落叶 吹到陶一婷身边 十分应景 看到这儿 莫灵渊忍不住笑出了声 原来天之交女是靠嘴说的 我在这个世界晃荡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遇见这么好玩的事 陶小姐 谢谢你亲自给本座演了一场冷笑话 莫灵渊说着 恶魔的身体 猛然于原地消失 闪到陶一婷面前 手上魔力运转 毫不留情地掐住了陶一婷的脖子 做着最残忍的事 说着最宠溺的话 金宝贝 不如让她看看 爱神权杖的正确用法 斯金应了一声 正有此意 然后以神力操控权杖 将权杖尖端对准了陶一婷魂魄的心脉 温声下令 去吧 灭了你前主人 权杖被斯金的神力控制 一瞬间 极其听话地飞出去 直刺陶一婷的心脉 陶一婷拼命挣扎 尖叫 不可置信地嘶吼 不可能 你们两个疯子 权杖是向着我的 不可能被你们控 然而陶一婷一句话没吼完 就被斯金用权杖打得灰飞烟灭 爱神的权杖 在将它消灭之后 还在听从斯金的后续命令 十分人性化地 把陶一婷眼眶里 那双澄澈的眼睛挖了出来 用神力悬着 带到了斯金身边 斯金伸手接过 用神力洗了洗眼睛 将他们重新归还给了池义 灵动的性物微微闪烁 为恐怖的鬼新娘 填了几分鲜活的人气 俨然是一个小家 碧玉东方传统美人 池义眼睛开合两下 终于勉强恢复正常 能再次用眼睛 看世界的第一眼 就撞上了面前 风流无双的少年 观察到池义的眼睛 重新聚焦 斯金唇角弯起一抹弧度 问 能看见我吗 池义对着斯金道了句谢谢 斯金对池义为一点头 没事了就好 就当暴打你 替我挡的那一剑 说吧 用神力将陶一婷的头 扔到了盒子里 合上盖子 用彩带打了个礼节 对莫灵渊展示了一下 你看带着这礼物 去明思涛的订婚宴好吗 斯金竟然关心除他以外的人 这让莫灵渊的醋坛子翻了 但碍于对方是女人 他又不好直接表露吃醋的情绪 接上集 斯金用神力将陶一婷的头 扔到了盒子里 对莫灵渊展示了一下 你看带着这礼物 去明思涛的订婚宴好吗 红衣恶魔宠衣的 比了个大拇指 别出心裁 这操作把尸海里的罗刹都看愣了 小黑猫连忙靠在小妖耳边 我怀疑我主人杀人诛心 拿人头当球踢 都是被你家大人教的 小妖淡定地挥了挥小胡爪 常规操作 不信你看 外面那群围观的人 一定是一脸不可置信 众人果真如小妖所言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明思金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人家订婚宴 把未婚妻的人头送过去当礼物 这也太 他们哑口无言 要出发去明家时 思金特意叫了一下迟意 恢复势力的迟意 盯着被自己害死的好几个男人 两久不言 最终 谋中万千不甘化为愧疚 他上前几步 用自己身上仅存的鬼气 恢复了那些人千疮百孔的身体 鞠躬致歉 而后 才拖着最后一缕残魂转身 跟着思金一起走 路上 思金悠悠提醒 你还挺善良 用自己的鬼气恢复他们 知道自己还剩下几天活头吗 字面意思上来看 这本不是一句十分特别的话 但落在莫林渊耳朵里 却变了味道 晶晶竟然在关心出我意外的人 拿他当摆什么 莫林渊越想越气 但当着女士面 又不好意思直接吃飞醋 思索三秒 干脆用魔力在恶魔尾上 试了一道隐形的竖法 然后 缓缓探向思金的西装 绕过衬衫 缠住了少年的腰 轻轻一勒 微疼 不会引起少年的不适 却又有些隐秘的暗示意味 一个小小的动作 惹得思金瞬间变脸色 连耳间都跟着红了 腰也有些发软 莫林渊这个醋王疯子 当着外人的面这么做 还真挺刺激 我喜欢 他忽然想试试 自己能保持这样的状态走多久 于是 继续若无其事地向前走 等着迟疑的答复 迟疑并没有察觉出思金的异样 只低着头 自顾自地说着 人总要为自己做过的事赎罪不是吗 我知道的 救完他们 我就还剩三天的生命了 可是我害了他们 我就该把命还给他们 这最后的三日 我想回明家看看 亲自确认一下 如果阿涛还爱我 我就跟他告个别 约定下辈子再见 但如果真像陶一听所说 是阿涛要害我 说到这里 迟疑连忙自己把自己否决了 他连连摇头 不 阿涛不会害我 他说过 他是爱我的 他跟了明思涛十几年 从小一起长大 不可能会为了一时的全力害他 他一定要找阿涛问清楚 这个话题对于迟疑来说太过沉重 他连忙随便转了个画风 明思金先生这么好 一定有很多女孩喜欢吧 思金这时候的腿已经有些发热 但不愿服输的神明 还是坚持着回问题 没有啊 也可能有 但是我不知道 十一谋中透着些疑惑 像您这样温温尔雅的先生 应该很招女孩子喜欢的 听到这句话 恶魔尾好像忽然生了气 竟然 思金一时没忍住 一道闷哼字猴头滑出 咬牙道 因为我是Ban 天生不喜欢女人 留意的就少一些 话落 忽然被莫林渊往怀里一带 强势地宣誓主权 我就说吧 他在酒店叫的新娘 是我 你错什么热闹 我就说吧 他在酒店叫的新娘 是我 在酒店的时候情况混乱 十一还以为恶魔boss 是在开玩笑 不曾想 竟然真的是 怪不得恶魔boss 一路上脸色都不大好 原来是嫌弃他 和明先生聊得太多了 算了 那接下来他还是不说话吧 思金拿到了爱神的权杖 突破了明家外层鬼打墙的禁制 准时赶上了明思涛的订婚宴 思金到的时候 正好到来宾送祝福里的环节 一个个受明家庇护的名流 纷纷出手阔绰 云董送古董玉如意一顿 张总送鸳鸯刺绣一户 林老板送三阳开太玉雕一尊 明思金送陶一亭人头一颗 简单的一句话 让喧闹的现场顿时安静下来 人们纷纷转头看向外面的少年 明思金 你胡言乱语 新娘子明明说了十点来 大喜的日子 你扫什么心 刚有人帮着明思涛骂出口 就见思金扔出了手里的礼盒 发出一声闷响 陶一婷的人头从里面滚出来 砸在了刚刚骂思金的人的身上 那人顿时尖叫一声 这时 明思涛也看清了里面滚落出来的东西 他脸色当即大变 怎么会这样 陶一婷昨晚告诉他 要去处理两个敌人 他明明有爱神的权杖护着 为什么会死 人头还落到了明思金手里 明思涛大声质问明思金 你十三年前跟家里断绝关系后 就再也没回来过 连三年前父亲去世都不来探望 现在连一声招呼都不打 就贸然 把我未婚妻的人头 扔在我的订婚宴上 是什么居心 当然是居心不良 要下你的面子 找你的晦气 来时 思金把莫林渊和迟一两人 制开去做别的事情 如今 孤身一人来到明思涛身边 嘲讽道 大哥 你的未婚妻都死了 你一滴眼泪也不掉 反而关心起我的居心 不就是顾及自己的颜面吗 殊不知 他早已经在抛弃迟一 为了爱神的权杖 而与陶一婷在一起时 失去了自己的尊严 明思涛的痛楚 被思金一语道破 气急败坏地 要求他离开明家 然而明思金却毫不畏惧 反而在明家父亲的一项前 将一项摘下来 细细端向 并说出一些让人震惊的话 父亲 真是好久不见 看来我的心头 嫌你和大哥用得挺好 把你们的脸皮都喂厚 比明家后援藏 记你的高强还厚 这时 小妖二为思金提供了一份新的资料 揭示了明父原本是爱神的侍从 原来 明思涛和父亲 一直抽取元主的心头血 来提升自己的力量 这让元主不得不跟明家断绝关系 小妖真想咬破明思涛的脖子 思金没搭话 而是将一项摔在地上 还狠狠碾了两脚 所有人都被他的动作震住 众人皆知明思金一项胆小自闭 现在怎么敢这么对他父亲的一项 明思涛更是气得差点吐息 明思金 你疯了 父亲的一项都敢砸 思金觉得好笑 明家的祠堂 我都让人给砸了 骨灰也给他扬了 还差这一个一项 这老东西不是说 只要有他在的一天 我就进不了明家的门吗 说到这里 思金的语气骤然转了 现在他不在了 话音刚落 后院守着的祠堂的保镖狂奔而来 大少爷 不好啊 祠堂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毁了 列祖列宗的牌位 全都被移到我们看不见的力量 砸成了碎末 就连守在外面的保镖们都被震伤了 听到这儿 明思涛的脸色树然一白 简直反了 明思金 谁给你的胆子 这么明目张胆地闹明家 你知不知道 明家世代受爱神庇护 有多少驱魔阵邪的法器 我随便从武器库里拿出一样 就能要了你的命 思金唇脚挂着浅浅的笑语 武器库 我好害怕 说话间 一把揪住明思涛的衣领 将他提到众人眼皮底下 既然你这么厉害 那不如就打开武器库 让大家看看 你们父子为了提升修为 在那个肮脏的武器库里 挖过多少金铜玉女至纯的心吧 众人皆是难以接受 纷纷替明思涛辩驳 如果不是明家 他们早被怪物杀死 思金没管他们的胡言乱语 只是将修长的手指抵制唇边 做了个晋升的动作 看向替明思涛辩驳最厉害的几个人 逐一点名 云懂 我记得五年前你得了一个儿子 老来得子的你 很看重他 却在出生三天就离奇失踪 在找到的时候 孩子的心脏已经没了 张总 你出生四天的女儿也是如此 林老板 你闺女喜欢上了明思涛 后来心脏莫名就没了 你再见到她的时候 已经是一具尸体 对吧 思金的话 让在场众人立刻安静下来 全部提高了警觉 明思涛知道事情败露 脸色差得吓人 他不知道 思金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 但现在 明思金必须死 他让思金滚出明家 与此同时 举拳砸向思金 拳头里藏了一把 神力凝结而成的戏刃 只要一碰到思金的脖梗 就能立刻断了他的喉咙 就算划片 也能割了他喋喋不休的舌头 戏刃刺入皮肉的声音 闷闷响起 有血点滴落下 染红了地砖 一片寂静中 明思涛不可置信地 看着自己鲜血淋漓的手 为什么 明明是他凝结神力 做出来的戏刃 为什么会在关键的时候 帮着明思金攻击自己 此时思金眼神中 笑得蛊惑又残忍 大哥 你是不是忘了 你身上的力量 是用我的心头血炼成的 我要拿回来 真的是轻而易举 明思涛闻言 顿时脸色煞白 下意识要向后退 却又被思金捏住了脖子 强迫他转向所有人 一字一句 将他丑恶的罪行 全部公之于众 其实 那些心脏 就放在明家武器库 爱神神像下的陈列柜里 被丧心病狂的明家父子 打上了标签 标明了心脏主人的姓名 年龄 身世以及甘愿献出心脏的原因 只要他们帮爱神 凑够一百颗 至成至真的心作为供奉 爱神就会提拔他们做天使 魄力人间 去天庭安享清福 只要你们找到心脏 再以明思涛的心头血浇灌 就可以让你们的孩子 在地狱里安心地轮回转世 听到这里的众人 渐渐严肃起来 双眼放光地盯上明思涛 有怨恨 有杀意 明思涛背着恶狼般的目光 盯得双腿忍不住发热 开始死命挣扎 明思金 你这个疯子 快放开我 大家不要信明思金 他已经疯了 他是在胡言乱语 信与不信 打开武器库看看不就知道 话落 便带着众人 往明家后院武器库走去 到达武器库门口时 莫灵渊隐身出现在思金身边 金金 我回来了 词堂误会的时机还不错吧 忘了和你说 我隐身术用得不大熟练 一般需要三四个小时才会恢复 可这里环境太危险了 我怕你找不到我会哭 只能先绑着你了 这人一本正经地 在思金面前胡说八道 似乎看出了少年眼中怒意 莫灵渊又欲盖弥彰地解释了一句 放心 这次我绝对绝对不碰咱家小小金 思金心想 你这还不如不解释 他没管这简单的小插曲 而是走到密码锁前 按动密码 打开武器库的大门 正对大门处 是一尊比爱神教堂里雕像 还要大上一圈的爱神雕像 而雕像的最下面 是一个穿着婚纱的可怜少女 时宜看着雕像神坛陈列柜里 那一颗颗受神力保护 还在有规律 跳动的心脏 痛心疾首的 看向明思涛 阿涛 你骗我 你说过 你要我的心脏 只是想治病 不会献祭给爱神做供体 他本是明家的童养席 付出了十几年的真心 却最终被心爱的男人明思涛 推向了献祭的深渊 原本以为已经死去的人 竟然突然出现在明家 让明思涛惊呆了 明思涛为了利益 曾将持义当作童养席 献祭给爱神 可如今 持义却完好无损地进出明家 还进入了武器库 这让明思涛不禁怀疑 是不是明思经在背后搞鬼 明思涛越想越生气 咬牙切齿地 想要找明思经算账 然而他千辛万苦得来的神力 已经被明思经抢走 如今的他 以人类之躯 无法反抗 无奈之下 明思涛只能向持义求情 他谎称 心脏事件并非他所为 而是逃逸停逼他干的 然而持义早已看穿了他的谎言 两人共同度过的十几年情谊 让持义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我对你来说 不过是一个用来献祭的童养席 为了利益 你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武 明思涛虽然心虚 但仍然试图挽回 他再次强调 自己对持义是真爱 然而持义 却质问明思涛 林雨林 韩倩倩 和赵明飞是谁 他们的心脏 也出现在了陈列柜里 听到这些 林老板等人都痛心疾首 他们纷纷跑到陈列柜边 寻找自己孩子的心脏 不一会儿 哀哭声夹杂着谩骂 就混合成一片 明思涛 我们那么信任你 拿钱 把你们明家当祖宗供着 早知道这样 我就算被迷雾森林的怪物咬死 也绝对不踏入你明家半步 更有甚者直接暴怒而起 随便从陈列柜里 见到这架势 刚刚还叫嚣着 要挣脱丝巾的明思涛 忽然安静下来 他耸唧唧地缩在丝巾身后 卑贱的祈求 明思经 落到他们手里 我就死定了 这样啊 善良的神明 桃花木微闪 竟真认真思索起来 明思涛燃起了一丝希望 继续画大饼 丝巾 金金 你保护 等我安全后 带你一起去做天使 但话还没说完 就被丝巾毫不留情地推向众人 万般惊恐中 明思涛听见了 丝巾毫无诚意的致歉 不好意思啊 本来想把往后拽的 推错方向了 你信吗 明思涛不信 打死他他都不信 明思经这次回来 就是摆明了故意整他 但这是他明家的武器库 最后的王牌 还握在他手里 这群蠢货 真以为他就反击不了吗 明思涛立于原地 双手碾绝 用身上最后一点神力 催动爱神赐予的神力珠 紧接着神力珠 自爱神的神像后浮起 散着妖艺的光 顿时驱动了 整个武器库的法器 明思涛疯狂地笑声 宛如恶鬼 可惜啊 你们本来不用死的 但现在 就都陪明思经 葬在这武器库堡 话落 数千法器叫嚣着上前 全都对准了思经 明思涛兴奋地瞪大了眼睛 迫不及待地想见证 思经被扎成刺猬 然而就在利刃 快到少年面前时 思经忽然抬手驱动神力 所有的武器 请客间禁止 不出三秒 就仿佛断了线的风筝 掉了一地 为什么这么轻易 就被明思经化解 果然呢 就连这珠子上的神力 也是偷的